欣賞朋友 當然你會看得出跟保利能有關 怎麼做出來 他畫一個很單純的畫一支布 你還可以做這樣的表現 這個東西跟大陸的就 虛格就很大了 你看他不需要線條 不需要線條打擾 直接畫瓶拿出來直接就好了 連線條輪廓都不要 不之所以 那你就覺得好棒 很簡單就這樣子 你就覺得好棒 那如果是 這種作品 你送去台灣的日本比賽 你覺得 連春選都不會過 你看這個 這有點 應該是奧財 不之所以人家 OK棒都用什麼 這老師會指導說 你 但外國的教育 他最不會教小朋友說 你用那個東西去做 他會讓你去想 如果你想這樣的 你趕快去找那個材料 但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題目是什麼 可是單單就這個畫面來呈現 他有他的原創性 跟他們材料的多元性 符合當代美術的 符合當代美術的 你還是造型那邊多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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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喔 然後那個材料 硬要 這個應該是比較大的 很簡單的感覺 很簡單的感覺 那這些作品 那這些作品到底是什麼 用什麼材料 或是哪 怎樣的順序 去引導小朋友 怎樣的創作 像這種大家都觀察 然後材料都是水材 他們就直接畫 你甚至可以試試看 不要給他們打稿 你會發現很困難 台灣學生不打稿 他不會畫畫 那這些可能都沒有打稿 那我們在台灣最大的兒童美術聯盟 我們叫蘇合兒童美術 那我去學的那個老師 他就是蘇合第一代的那個老師 所以才會把我震懾住 那蘇合兒童美術 那蘇合兒童美術 要很主張 就是直接給他 就是水材美術 這句話 第一次轉 ён 就是 我們想要放